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宝小安姐 天气变冷,我们都开始穿上了羽绒服 但是穿了这么多年的羽绒服 很多人都不知道羽绒服藏着这个小秘密 不知道,太可惜了 下面赶紧跟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首先我们先观察衣服上面这个成分表 这个标签是非常重要 上面会写了很多有用的东西 比如上面会写羽绒服的品牌 面料成分以及天成物和羽绒的含量 也正是通过这个标签才能了解羽绒服是否优质 反过来看还可以看到羽绒服的清洗方法 有的羽绒服是不适合干洗或者机洗 所以你的羽绒服适合清洗的方法都会写在上面 千万不要弄错了 所以挑选羽绒服标签非常重要 一定要认真仔细看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衣领上这块布 很多人都发现自己羽绒服也有这块布 但是不知道它的用途 仔细观察这块布的颜色 和我们的外套颜色是一样的 所以它就是属于被用布 如果羽绒服衣服不小心出现了磨损 或者是被刮坏 那就可以直接用这块布进行添补 因为这块布和我们羽绒服外套颜色面料一样 所以要是进行修补 那也是看不出来的 非常方便 现在知道这块布的作用了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通过以上的讲解 大家知道羽绒服后面这块布的作用了吧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使用有趣的收换面罩 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